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小安妮 今天呢,我們要參加KK Day的Tour去高千歲 真的超開心的 然後我們現在呢,人在巴士裡面 早上7點50分的時候就先集合了 然後他集合地點是非常好找 就在火車站出來的一個辦店的下面 便利商店那裡集合 我覺得他的導遊還蠻厲害的 他應該是香港人,他會講廣東話、中文還有日文耶 超厲害的 那我們今天行程呢,就是去兩個神社跟一個峽谷 然後開車到那邊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現在我們終於到了 然後導遊說啊,我們要走上去那個神社 總共有97層 然後走到一半,如果你覺得太累的話 就意思一下就好,就可以休息 那他上面呢,有一個大殿 就是你要先告知他說我來囉 然後可以求姻緣,也可以求事業 比如說是生意興隆啊什麼之類的 對,然後後面呢,有一個森林 他說一定要走過去 走過去的話就是心想事成 沒想到,走著走著要到了耶 看這個竹子,然後就可以當作拐杖子 這樣子走 就是爬起來比較不累 但是呢,其實只是個醋鼻而已啦 我們走到上面啊,穿過去就可以心想事成囉 這座巨大的岩石就叫做川護岩 聽說是被鬼巴法師給踢破的 有著有智者試進城的神秘力量喔 所以穿越過去就對了 穿護岩啊,多於考試合格比賽必勝之類的這種 非常有名 神社裡面的廁所超高級的 居然是免治馬桶耶 這個神社結束之後,我們就要去吃午餐了 今天的午餐呢,是烤牛肉特餐 好開心喔 如果不能吃牛的話,還有雞肉套餐 那吃素的人就是蔬菜套餐 很美味 我覺得它的牛肉啊,超好吃的 就是軟嫩軟嫩 它的味噌湯啊,也很好喝 就是很濃 有白蘿蔔啊,蘿蔔之類的 就是蔬菜 我們烤一烤啊,就整間煙霧瀰漫 因為它就是一個那種日式的老舊的屋子 不是像我們餐廳有抽煙的那種機器 所以呢,就整間都是煙 現在我們到那個峽谷了 然後呢,巴士就只能停在外面的那個停車場 我們就要走下來 所以呢,等一下我們又要再走回來耶 OK 太好了 導遊告訴我們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不會走遠路回去 然後走上去,它就是那個最有名的峽谷 可以划船的那裡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要划船 因為時間不夠 一、二、三 這個批划船的那個批划船 它都會用這樣子給你看 對,所以它下面是索桿 就這個商店街呢,其實還好 就只有五間店而已 還有兩間店沒開耶 那我們現在要去峽谷那邊走一走 我們現在要去峽谷 要千歲的峽谷呢,它是這樣子的 是因為阿蘇火山那些噴出來的龍眼 把它侵蝕而成的峽谷 現在呢,我們就要搭這台小巴 去我們的巴士站那邊 媽呢還在買東西,所以我先來車上等她 現在我們要到第三個地方 就是最後一個地方 然後導遊跟我們說它裡面有個繩 它本來是不出來的 然後後來呢,有八十位繩呢 就在外面跳舞把它請出來 它本來沒有日夜之分 然後現在才有日夜之分 我們正在沿著溪谷往前走 我們正在沿著溪谷往前走 願望實現的機率就越高 所以大家都拼命堆的超級高 但是你只能找新的石頭堆 不能偷拿別人的石頭喔 我真的找不到任何一顆石頭可以堆 所以呢,要堆的人 可能就要自己帶石頭來 沒關係啦 他們願望實現的話,我們也是非常的幸福 反正我有拜下神聖 他也會祝福我的啦 耶,我們買了冰淇淋 它這個很好吃耶 它這個芒果真的超濃的 然後我覺得就是混合的話 它就可以綜合一下它的口味 就還蠻剛好的,很好吃 我們現在正在休息站 休息一下上個廁所 那裡面呢,都是米漬馬桶耶 超棒的 好啦,那我來分享一下心得 這次玩KK Day的旅遊,我覺得非常的棒 導遊啊,除了會講解景點之外呢 還隨時幫我們拍照 還帶我們上山跟下山 這個團啊,真難帶 但是他非常的有耐心,還顧好大家 所以我玩的非常的開心 我非常推薦這個團 但是如果是老先生老太太的話 可能會有點辛苦 就要想一下 或者呢,也可以參加他其他的團 如果想要看一下這個團的品質如何呢 你可以參考一下下面的評價 好啊,那我今天影片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見囉,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